好美女帅哥 我们再继续看过去的哈 翻开第八页 第八页 第五 我刚刚讲说什么叫自助 什么叫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 因为这是税率最低的嘛 这百分之1.2的 哪一种能可以用 那这财政部有定定标准规范 第1个 个人所有的住家房屋服务下的情况叫做公自助使用 哪一种情况要合乎这三个条件 第1个 房屋本身没有出租 所以假如有出租 那就不是1.2的 对不对 那就1.5到3.6了嘛 2 公本人配偶或直系亲属实际居住 代表本人配偶 直系亲属 有在那边居住就可以了 3 本人配偶及未成年之女全国合计 房屋没有超过三栋 三栋以内 只有三栋 不可以超过三栋 听懂 本人配偶跟未成年之女 在全台湾的房屋不可以超过三栋 超过三栋 超过部分就不叫做自住 听懂 好 所以自住的条件很简单 自住的条件很简单 有实际居住 对不对 实际居住 然后 没有超过三栋 不含已成年人 不含已成年人 那接着往下看到五的瓜二 那什么叫做公益出租人 出租使用 房屋属于公益出租人 出租使用是指持有职压室 县市主管机关 合发公益出租人 核定含的公益出租人 所以假设你这房子要 专门要出租给公益的 你要到县市政府去申请公益出租人 得到他的公文 才可以 然后接着往下 得了公文还没有用啊 将房屋出租于 临有政府 将房屋出租于临有政府 最近年度合发的租金补贴核定含 或是出格证明的中低所得家庭 公住家使用 你是得到县市政府给你的公益出租人的公文 然后你要把房租给谁 得到租金补贴那些人 租给那些人 或是租给低收入付 你才合乎这两个条件才可以 你本身是公益出租人 有申请 正合准 然后租给的是低收入付 或是有拿到租金补贴那些人才可以 所以跟你租房子 他要出示那个函 租金补贴的函 或是低收入付的函 那这种情况 你才是1.2% 所以出租的题目很刁砖喔 什么叫做公益出租人 做出租使用 那什么叫公益出租人要知道 公益出租人要知道 公益出租是租给谁 这要会背喔 这要会背喔 不然你房屋税法的1.2% 到底是谁啊 自助我们都知道 可是这些自助下定下很深喔 已经告诉你 本能配偶跟未成人之女 全国房屋不可以超过三栋 超过三年部分 机子自助也没有用 也不可以用 也不可以用 也不可以用1.2% 要用刚刚讲的1.5%到3.6% 好 所以这个要稍微背一下 接着往下第六 我刚刚讲房地合一所得税 他是所得税一种 那收的钱用在什么地方 要知道 收的钱用到哪里去 要知道 本来我刚刚认为很不公平 为什么 外国人不会来买 外国场上不会来买 应该把它取消掉 可是 取消掉 除非你有办法找到其他裁员 或者这个钱有专门的用途 房地合一所得税 是福尼克税 他有专门的用途 他用在什么地方 看六 看六 这是财政部的行政规则喔 你看第三条 六的 第八页六的第三条 他说 房地合一克征所得税 税和收入 扣掉中央 他是属于所得税的一种嘛 扣掉中央统筹分配税 抬头 所得税百分之几要当中央统筹分配税 第一章我交过了 前四大税收都要克拿去当中央统筹分配税 四个最大的国税是中所 营所 营业 货物 当中央统筹分配税 所以中所 营所 货物的百分之十 当中央统筹分配税 对不对 那营业税的百分之几当中央统筹分配税 对不对 在第一章 都忘记了 回家复习啊 对不对 好 那所以接着往下他跟你讲说 扣掉中央统筹分配税后 用在画起来住宅政策 及长期照顾服务的支出 长照 简称叫长照 所以未来长照的钱是靠这里有跟住宅政策 住宅政策跟长照的钱从这里出的 所以台北市说你要盖2万户 2万户的住宅很低的 那个叫什么公共住宅是不是 假设台北市钱不够 你就到时候有这个税所进来的 这个钱有进来 你就跟念这部写计划 写计划跟生云补助 住宅政策可以啊 不是三十平左右住金才一万二吗 台北市准备盖2万户 盖得起来盖得不起来 我估计是盖不起来 好 再来 接着有那么好盖就好了啊 对不对 有那么好盖就好了 为什么 现在 国有财产地 都集中在什么地方 台北市的淡房区 你想国有财产区 你可能把锅把那淡房区给你盖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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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便宜的吗 你看到贵 什么 怎么可能 来个信仪计划区 大安区 盖个三十层楼 那么租金一万二 然后叫国有财产送你台北市政府 你看到贵 一两百坪就可以卖几十亿 我送你台北市政府 你看到贵 你要盖到平民的 拜托你也去南南港啊 去木炸 文山啊 那个那个那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去嘛 看一下猫空吧 对啊 盖在淡房区 不可能的事情嘛 对不 不然台北市就盖到北投啊 盖到关渡啊 看淡水盒也不错啊 不然看猫空也不错啊 跟你盖远一点嘛 说租金一万二 比较有可能嘛 对不对三十坪 好 再来 不然台北市淡房区 十坪就要收你一万五的 淡房区我跟你讲 那个老公寓啊 一个套房 一个月租金在一万五 中山区啊 那个三四十年的房子 一间套房租金在一万五 差不多 你那三十坪要收 你就盖到文山区吧 好 再来接着往下 所以这是不可能的 做不到的 所以柯P最近不是改成 我在任劣能够花包就不错了 有没有讲盖完 没有啦 盖个鬼啦 少骗我 好 所以用那什么都要背了喔 用在住宅政策及 长期照顾服务支出的分配 钱用在这个地方 两个背处住宅政策 长照 被简单的字就好了 可是同学 住宅政策到哪里 谁在管的 长照 谁在管的 台湾目前有一个很大的部 新的部 叫做卫生福利部 卫福部 台湾目前钱最多的就是卫福部 你不知道卫福部的权力多大 台湾以后最大的部 最大权力最大叫卫福部 你要做什么要经过我点头 钱拿来 房地合一所都是大部分都用在 长照 钱都在我这里 我等下再讲几个 你就知道卫福部多大 只是你不知道什么叫卫福部而已 卫福部我跟你讲 权力可以比新年长还大 你不知道而已 所以你长照 写计划给我看 卫福部部长 你写啊 来接着往下 再来接着往下了 所以 用在什么地方 第四条 住宅政策用在住宅贷款利息差额补贴 承租住宅租金补贴 新建及修建住宅等等这些 好 看过就好了 会在就好了 下一页 长照用在什么地方 卫福部分道的钱用在什么地方 长期照顾的政策 推动支援应用等等 发展基金等等 我没有叫你贝亚金招费知道 长照的钱是被卫福部在管 住宅政策的钱是内政部在管 很明显房地合一所得税的钱 只用在这两个地方 一个住宅政策 内政部管的 一个长期照顾支出 是卫福 卫生福利部管的 那政府目前新政策不是在强调 长照长照吗 对不对 好 好 再来接着往下 所以这一段就讲完了 这一段讲完了 好 OK 那还有一个还没讲 房地交易所得 房地交易所得 我刚刚只讲个人啊 我没讲到盈利事业啊 盈利事业会考啊 所以来 接着往下 接着往下 请同学 那我刚刚呢 讲过 只要看到 14的 就是个人 看到24的加10 那就是盈利事业 所以看到第十一条 第十一页 括号9 第十一页的括号9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二十四之五条 有没有看到 有 必然已经知道 讲盈利事业 房地交易所得怎么计算啊 好 开始看 盈利事业四字画起来 盈利事业当年度的房屋土地交易所得额 减掉以土地税法规定计算土地涨价总额后的余儿 记录盈利事业所得额克税 要减掉 要减掉土地涨价总额才变成克税所得嘛 对不对 那变成克税所得 他说记录盈利事业所得 他有没有讲分离克税 没有 没有 这两个不一样 记录盈利事业所得 有没有看到 余儿为负数的叫做零 你就没有所得嘛 其交易所得为负的 得志盈利事业所得中减除 交易所得就负的就是 买土地房屋再卖土地房屋结果亏本 那就当作财产交易损失嘛 对不对 好 那既然已经损失了 对不起 不可以减掉 不可以减掉土地涨价总额就已经损失了 负的负的负的 要赠的才可以减嘛 负的可不可以减 不可以减 好 抬头 再讲一次 再讲一次 房利交易所得是用卖价减成本减 减 改良费用减移转费用 对不对 那秋出来大于零 代表赚钱嘛 抬头 听就好了 大于零代表赚钱 那有多少当所得呢 既然赚钱 好 先减土地涨价总额 当作客税所得 假如这正的就 跟盈利是所得合并计算嘛 正的 减下 减掉土地涨价总额 变成正的就是合并计算嘛 那减下 刚刚房地交易所得是正的 减掉土地涨价总额 变成负的 负的 负的就当零 负的就当零 零就好 那所得就零了 好 那接着往下说 那假如房地交易所得是负的呢 房地交易所得是负的 怎么办 负的 那他就是当损失嘛 当损失 既然是负的 可不可以再减土地涨价总额 不可以 好 这里还是抄笔记吧 看你露出很惊慌的眼神 房地交易所得 假如求出来是真的 真的要并计所得 我是用客税所得 我不是用交易所得吗 大概020号 对不起 减 减 土地 涨价总额 减 土地 涨价总额 并入 盈利事业所得计算 并入 好 对吗 好